好 那我們今天從角度開始 什麼叫做角度 Fight as Angle 從這邊開始 那角度其實很簡單 你們以前都國中就學過了 那今天我們看這個角度呢 可以這樣子看 假設我們今天這個角度 一個角度我們可以比大小 對不對 假設有兩條線 它在這邊折起來 那個夾角就叫做角度 比如說藍色就要α角 紅色就要貝塔角 那如果把兩個角度疊在一起的話 你可以看到 疊在一起的時候 α大於貝塔 就可以看到說 藍色的線 同色的線 好 那角度呢 我們有幾個很簡單的利益 這個你們都國中就學過了 第一個Right Angle就是所謂的直角 Right Angle叫直角 然後呢 Abcuse Angle呢 就是所謂的這個盾角 大約90度叫做盾角 這幾個你們其實在國中都學過了 好 那角度的相等呢 你把這兩個角疊在一起 你看這個紅色跟藍色疊在一起 它如果完全疊在一起的話 這叫做角度的相同 好 那什麼叫做角度呢 什麼叫做角度呢 這就是一個嚴肅的問題了 假設我今天畫一個圓 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呢 那這個圓呢 長成這個樣子 那我們的角度 α角的定義是什麼呢 α角的定義就是 線段AB 線段AB在哪裡 從這裡到這裡 對不對 線段AB 線段AB除上我的半徑R 那這個就是角度的定義 那你注意到一件事情喔 線段AB 它的單位是長度 那這個半徑R也是長度 所以長度除長度 最後它的單位是什麼 長度除長度 長度除長度的單位是什麼 還是長度 魯蛇中的霸主還是魯蛇是不是 沒有錯 不是這樣的 長度跟長度 L吹L消掉它是沒有單位啊 它是沒有單位的啊 所以事實上角度 角度我們剛剛講 我們定義幾度幾度對不對 事實上角度在這個定義下 其實是沒有單位的 但是我們定義它一個 張開的這個東西 叫做角度 事實上它的長度除以長度 它是沒有單位的 要注意這一點喔 OK 好 那這個角度呢 這邊很簡單 2分之拍就是90度 這個你們知道 在一個圓上 你畫在α角 這90度 那像這個 4分之拍呢 4分之拍幾度 4分之拍是幾度 4分之拍是幾度 從5度換成角度 你們熟知的角度的話 4分之拍是幾度 45 沒有學過 4分之拍是幾度 45 我覺得是45 45嘛 對不對 就是90度的一半啊 90度是2分之拍 這個知道啦 知道啦 你們學過弧度這個單位吧 有 弧度大概是57度嘛 對不對 OK 好 那 負2分之拍呢 就是往紅 負的方向去畫 90度嘛 對不對 那負4分之拍就往負的方向去畫 45度嘛 OK 好 那再來 來 假設今天 我一個 這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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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alpha角叫拍 貝塔角叫負拍 像這個情況 一個是正的180度 一個負180度 那像這個呢 這個大的這個角呢 alpha角呢 它就是5分之4拍 對不對 180度再加上一個4分之1拍嘛 對不對 它就走了5分之4拍 那圓一周呢 是多少拍 2拍嘛 2拍嘛 所以呢 那我貝塔這樣走呢 它就走了一個負的4分之3拍 所以兩個加起來 看到是2拍 OK 好 那我 這個角度 我可以繞很多圈喔 比如說 以這張像蚊香有沒有 你看 預測真的很像蚊香 對不對 它這樣走 來 我走過一圈再多一點 所以呢 它是怎樣 2分之5拍 所以它是2拍 又加上一個2分之5拍嘛 對不對 所以我的角度是可以很多拍的 很多拍的 那一圈是2拍 剛剛有講過了 好 所以角度這個部分 是很簡單的 角度這個部分很簡單的 好 那角度很簡單 再來有沒有要講的呢 就是所謂的三角函數啦 這個 tramometric function 三角函數 那我們要講第一個部分 等一下到第二個部分的時候 這個三角函數 很多地方就稍微難一點 但是我們希望說 我們有淺入深 好 第一個 Sign and Cosign這個兩個函數 那我們為了要後續的 這個 第七章 的方便 那我們現在先假設 做一個假設 Sign and Cosign是什麼 你們很清楚啦 但是我們現在假設 今天你的這個圓 我在XY軸上畫一個圓 畫一個圓 那這個圓的半徑呢 剛好是1 所以它叫做 uni circle 所謂的單位圓 單位圓 如果是單位圓的話 第一個 我們先講cos好了 cos的定義是什麼 口扇的定義 斜邊分支是什麼 零邊 零邊 所以斜邊分支零邊 我們以這張圓來看的話 我們看這張圓 假設黑色這條線是斜邊 那它有零邊呢 是下面這邊對不對 那零邊的這個位置 在空間座標準 如果我定義叫X的話 因為這個圓是單位圓 表示我的半徑是1 對不對 所以我的cos是不是 1分之X對不對 所以就是X嘛 對吧 可以 好 同樣的道理 斜邊分支對邊就是sin 所以以sin來說的話 因為我的斜邊是1 那我的這個 對邊這個是Y對不對 所以1分之Y 所以我的sin呢 在這個單位圓裡頭 它的值就是Y 它的值就是Y 那因此呢 由這個公司告訴你什麼 我如果今天想要知道 這一個半徑長的話 半徑長是多少 剛剛講單位圓 單位圓的半徑長是多少 1嘛對不對 所以呢 依照這個必勝定理 我們的這一個半徑長 其實應該什麼 X0方加Y0方 對不對 對 是不是剛好就是cos0 加30方 對不對 所以這就是cos0 加30分1的證明 哦 哦 是 第一次聽到嗎 應該不是吧 這應該以前有學過吧 第二次 第二次 那以前你們怎麼證明這個 怎麼證明這個 怎麼證明Sine 那不算2分1 那其實我代數 啊 代數 忘記了是不是 好沒關係 這裡知道就ok了 好 那Sine和Posine的這個函數呢 這些性質其實你也知道了 我們的Sine Theta Sine Theta可以寫Sine Theta 所以我這樣造一圈 再回到這個位置 所以它走了一個二拍 可是還是回到原點 對不對 所以Sine Theta等於Sine Theta加二拍 同樣的cos造一圈還是跟自己一樣 所以我們說它的周期是一個二拍 這個沒有問題 那事實上的N圈呢 二N拍也都ok 二N拍也都ok 好 所以呢 我們畫成圖頂就可以看到了 Sine和Posine 它的周期是一個二拍 那兩個呢 彼此插了一個相位 插了一個相位是多少 Sine和Posine插了一個相位是多少 2分之拍嘛 對不對 1.57嘛 以數值來看應該插了一個1.57嘛 對不對 ok 好 那接下來我們再次看一個性質 這個其實你們也學過了 我們以一個單位員來看 我們現在重新用另一種方法來看 以單位員來看的話呢 今天我的cosθ 會跟我的cos負θ 是相等的 為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cosθ是什麼 我們說cosθ的位置是 以單位員上來說 它的cosθ只是這個x對不對 那cos負θ呢 依照剛剛的定義是 我從這個x往下走對不對 走那個負θ 那在單位員中 我cos負θ的頭還是一個x對不對 所以呢 我們的cos是要給cos負θ 那也會等於什麼呢 cos2π-θ 所以我們用單位員就可以解釋很多事情 因為一個是單位員 好 那同樣我們來看sine喔 sine就不同了 你看一下這個sine sine的-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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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ine的-θ是怎麼樣 從這邊走 走到這邊來 它得到的值是等於-y 對不對 sine從這邊走 它得到的值是-y 不要忘記是單位員喔 單位員喔 單位員 什麼叫sine 斜邊分支 對邊嘛對不對 是不是 所以你的角度是這樣子的話 那你得到的sine-θ 值就是-y 對不對 那sine-θ 往正的地方去走 所以呢 它得到的值是什麼 斜邊分支對邊 就是什麼 y 好啦 所以一個y一個-y 所以我們知道 sine的-θ 會給-θ 那一樣 它會等於什麼 把二拍放進去 二拍放進去 所以也會等於二拍-θ ok 好 到這裡為止有沒有問題 有沒有問題 沒有 好 那我們 再繼續看下去 好 那 剛剛cos-θ 等於cos-θ 等於cos-θ 那 假設我今天 把cos加了一個π 能讓加二拍跟你們一樣 對不對 那我加了一個π 會怎麼樣 本來我的cos-θ 是走到這邊來 你看就是這條黑線這邊 那我現在加了一個π 就跑到哪裡去了 跑到 多了一個100 跑到這邊來了 對不對 那跑到這邊來 本來有的x這裡 對不對 現在x變成這裡了 所以我的cos-θ 加了一個π之後 會差一個負號 對吧 那 我同樣的 如果我用π去減它呢 π去減它 什麼意思 我擺在這裡 對不對 我現在從這邊減過來了 所以我得到子 又在這邊了 所以還是插了一個負號 所以cos-θ的正負號 可以這樣去定義 好 那sin也是一樣 sin也是一樣 今天我一個sin 正的θ 是從這邊走上去 那 假設我sin-θ 跑到這邊來了 因為它是y 對不對 sin的值 在單位上 對應的是y值 本來是正的y值 現在變成負的y值 所以呢 sin-θ 可以負的sin-θ 那 加了一個π呢 加了一個π 它照到這邊來 對不對 我從這邊照到這邊來 所以它的這個y值呢 變成本來是正的在這裡 變成負的在這裡 所以也插了一個負號 所以你π加θ 和π-θ π加θ 就會變成一個負色 那π-θ 我們來看一下 π-θ在哪裡 這是我的θ 對不對 那π-θ 這是一個π 那π-θ在這邊 所以它對應到了 還是在y的位置 所以這個是正號 好 好 OK 那其他的三角函數呢 t-θ 在這張圖上 t-θ 會等於什麼 我們的單位元 單位元 今天你的sin 是這一條斜面 就是1 除以什麼 1分之什麼 1分之y 對不對 就是你的什麼sin 對不對 那1分之x呢 就是cos sine 那一個都是1嘛 所以剛剛講的sine 是對應到y cos對應到x 那t-θ呢 就是y3x 那t-θ呢 它的正負號 它的正負號 可以這樣去看 所以t-θ是這一個 就是這段的長度 跟這段長度的比子 對不對 這裡 跟這裡的比子 所以它的正負號呢 假設我今天這個θ加了一個π 會怎麼樣 我的y 變成 我如果加了一個 這個θ加了一個π 加個π加到哪裡去 加到這邊去了 對不對 加到這邊去了 那你加到這邊去的時候 你y x變成負的 y也變成負的 所以負除以負還是正 所以t-θ會等於t-θ加拍 那如果t-θ 我往這邊跑了 我的x還是正的 可是y變負的 所以差了一個負號 那如果是π-θ呢 π-θ在哪裡 這個是θ對不對 這整個是π 對不對 所以π-θ是這邊 所以呢 我今天跑到這邊 我的x變成什麼 負的 所以我多了一個負號 那當然 你加一個2π 要跟原來一模一樣 這是t-θ的特徵 那cort-tangion也是一樣 cort-tangion cort-tangion是什麼 cort-tangion是0邊 除以什麼 對邊嘛 對不對 對邊除以0邊嘛 反過來嘛 對不對 這邊x分之y 所以它的整個性質呢 就跟t-tangion是一樣的 就不在贅述了 好 那t-tangion跟cort-tangion的這個長相呢 t-tangion跟cort-tangion的長相呢 兩個剛好是反過來 t-tangion呢 它是怎麼樣 隨著x增加它會递增 cort-tangion呢 隨著x增加呢 它是一個递減的 它是一個递減的 好 所以呢 這個是 這個 第六章 好 那我們來看第七章 所以你們這次有寫三章吧 是不是 講錯了 你們要寫三 現在下次要寫三章 對不對 不要忘記喔 好 前面這兩個部分 你們這個 國中就會了 對不對 學這個簡直是 侮辱你們的智商 對不對 那我們再來看看 第七章這個部分 第七章呢 第二部分的三角函數 就稍微複雜一點點 來看怎麼樣子的變化 好 首先第一個 我們要講的是 半角公式 半角公式有沒有學過 蛤 半角公式有沒有學過 知道怎麼來了嗎 還有平方和公式 有學過嗎 有 有學過嗎 好 那我們來看一下 我們來看一下 假設我今天這是單位圓 一樣這是一個單位圓 有沒有看到 這是單位圓 對不對 那今天假設 我一開始的七點是在 1-0這個點 就x-1y-1這個點 如果說我今天打開一個角度 我走到了這個位置 這位置現在不一定特定在哪裡 因為這位置呢 它的x座標都是cos cos y座標都是sin 因為單位圓 對不對 所以它的x分量等 cos y分量等 sin 好了 那我們來看看 這條黑色的部分 有沒有看到這條黑色的部分 它就會打開一個角度 這個角度就是c 對不對 這個角度就是c 好 那我們來看一個問題 首先 我們來看這個打開的角 它所對應的這條紫色線的長度 有沒有看到這條紫色線 這條紫色線的長度有多長呢 我們在這個圖上可以怎麼樣 幾何來看這件事情 好 第一個 我可以用 這邊 我現在用 我來畫個這個 畫個這個筆 我可以去試著算這段長 對不對 假設這個角叫θ 那我從這裡到這裡的話 是不是這個角度叫2分之θ 對不對 這個角度叫2分之θ 好 那這邊是不是90度 對不對 這邊是90度 對不對 所以呢 我這一段的長度 其實是什麼 sin θ乘上 這個斜邊的長 叫1 對不對 我這一段的長度 所以這一段長度是一個什麼 sin的2分之θ 沒有錯吧 看得懂嗎 可以嗎 可以嗎 來吧 你們那個白紙可以拿來寫了 拿來做那個計算 可以拿來抄 到時候不要震不出來 震不出來就自己想辦法 明天再想辦法了 好 我們來看囉 所以這段長度呢 是不是一個sin2分之θ 對不對 那總長呢 總長是不是2倍長 對不對 這總長是2倍長嘛 所以總長是2的sin2分之θ 沒有錯吧 對不對 這總長是2倍的sin2分之θ 給你們白紙就讓你們 可以知道我在震什麼東西 好啦 那這總長是2倍的sin2分之θ 那我們可以從另一個角度來看 今天你在空間中有個坐標軸 對不對 如果你空間中有個坐標軸 你怎麼知道2點之間的長度怎麼算 如果你有一個坐標軸 x1y1 x2y2 那2點之間的距離怎麼算 2點之間的距離怎麼算 是不是x2-x1的平方 加上y2-y1的平方 開得到嘛對不對 對 就是我的長度嘛 好 那有這樣的概念之後 我們回來 剛剛這邊再看一次喔 剛剛我們說 這一個紫色線的長度 是2倍的sin2分之θ 對不對 但是你又知道一件事情喔 你知道這個點 它的x2y2是cosθθ 對不對 這個點的位置是1跟0 對不對 所以我們怎麼算這個長度 用坐標軸的方法 是不是cosθ-1就是x嘛 對不對 x相減嘛對不對 再加的平方嘛 再加上y相減sinθ-0的平方嘛 是不是 就是它長度的平方嘛 後面這一條啊 是不是剛好是這條長度的平方 對不對 所以這條長度的平方 是不是剛好就等於2sin2分之θ的平方 有沒有發現 是不是一樣 所以我們就得到一個風勢 二sin2分之θ平方 等于cosθ簡derib全平方加sin平方θ 那我們把它展開喔 所以二sin2分之θ平方是ss2分之θ 那後面這邊展開是什麼 後面這邊展開是什麼 coscos accounting2分之θ 加sin平方θ 是什麼 我們來算一下啊 我先擦掉 用這個好像太花了對不對 我用白色好了 好,我們來看一下 cos 來 cos θ-1的平方 加sin 平方θ 那展開會是什麼 cos 平方θ 對不對 減掉兩倍cos θ 加上1平方 加上sin 平方θ 對不對 那你知道cos 平方θ加3平方θ等於什麼 1 對不對 所以這兩個加起來是1 那這上面還有一個1 對不對 最後就等於什麼 2減掉2cos θ 對 可以 可以 好 那我們回來看這邊 所以sin平方2分θ 其實等於2減2cos sin 好 那這個東西呢 假設你把4除過去 我們先講第一個 所以我們剛剛的式子 是sin平方2分θ 好 這個呢 它會等於什麼呢 等於4倍的sin平方2分θ 那我把4除過去 所以sin平方的2分θ 會等於什麼 4分之2減2cos θ 就等於2分之1減cos 對不對 對不對 所以sin的2分θ 對不對 等於根號的2分之1減cos θ 好 這個就正出來了 你們以前學sin的半角公式就出來了 有沒有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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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應該沒有啦 超簡單對不對 對 講這個侮辱你們的智商 對不對 好 再來我們繼續看 所以這個式子呢 我們可以再進一步做另一個整理 剛剛是半角公式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假設我們現在兩邊都同屬於2 所以這個2就不見了 這個2就不見了 這個2就不見了 就變成2 對不對 4除以後變成2 好 那我們就可以知道cos θ其實等於什麼 可以選擇1減掉2倍的sin 然後2分之θ 好啦 那我們還可以做一件什麼事情 其實1會等於什麼 1是等於sin的平方θ sin的平方2分之θ sin的平方2分之θ 然後呢 加上cos的平方 cos的平方2分之θ 對不對 1可以變成這樣子嘛 然後呢 這有一個sin的θ 這有一個-2sin的θ 對不對 最後就變成cos的平方2分之θ 減掉sin的平方2分之θ 好 這樣可以嗎 好 這是第一個 這是第一個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 好 接下來 這一個很重要的定理 叫做什麼定理呢 law of cos 就是余璇定理 好啦 那余璇定理講什麼呢 我們來看一下 先看圖上這個三角形 這個黃色這個三角形 有分三個邊 abc三個邊 那假設這個夾著叫sin的角的話 那我們來看喔 黃色這個邊 我們可以把它畫一條補助線下來 畫一條補助線下來 好啦 那我們來看看 我們的這個C 怎麼算這條C呢 如果畫補助線 這個垂直線下來 這兩邊都直角 對不對 所以我們要算C的話呢 它可以由 這一個的 這一邊 這邊那個長度的平方 加上這邊長度的平方 開根號 對不對 好 那 這邊長度的平方 是多長呢 這條垂直線啊 它長度是多長呢 你看這有個b嘛 對不對 這個長度叫b嘛 對不對 這c 對不對 所以b乘上sin sin c 是不是就是這個長度 對不對 所以bsin c 這個 是這個來的 好 那這邊這個長度呢 A這邊的長度 應該說這段的長度怎麼算呢 是不是bcos c 減掉A這麼長 就現在這一邊了嘛 對不對 是不是 bcos c 是多長 這一段叫bcos 對不對 這是bcos c 對不對 剛剛這是bsin 對不對 好 所以A減掉bcos 的平方 就是J段的平方 然後剛剛bsin c的平方 就是J段的平方 所以兩邊的平方相加 就是7平方 好 這樣有沒有問題 有問題 有問題 所以這7平方等於這樣子 好 那這是我們把它展開 那你可以想像得到 這有個b平方cos 這個b平方sine c對不對 所以b平方cos 就是b平方sine 就等於1嗎 對不對 所以就等於這個b平方 那這有個a平方 這個a嘛對不對 那a平方你會留下來 那最後剩下什麼呢 還有一個a乘上b乘上cos 然後有兩倍對不對 所以這個展開式 所以上面這個 上面這個展開式 b平方cos -2abcos -a平方 這邊是b平方sine c 那b平方cos 和b平方sine 湊起來變成b平方 所以最後呢 我7平方就等於a平方加平方-2abcos 那你們可能見到的形式 可能是什麼 你們可能看過的形式是 c平方 減掉a平方 講錯了 直接反了 應該是a平方 加b平方 然後呢 減c平方 除以2ab就是cos 有沒有記得有這條公式 cos 這個就是余權定名 余權定名 好 有沒有問題 沒有問題啦 好 你們會練習算就好了 好 那我們接下來看喔 等一下這個余權定名 我們會用好幾次喔 好 那我們來看sine和cos 還有什麼其他有用的數學形式 來第一個 我記得你們現在已經不學核X畫機 跟計畫核X了對不對 知道什麼叫核X畫機 計畫核X嗎 有聽過嗎 有聽過 有沒聽過是不是 好沒有關係 沒有聽過也沒關係 我們告訴你怎麼